無順君不僅是紅牌演員兼監製 還在一個適飲適食的新領導 他看不慣 就是一群入到廚房雞灑腳的演藝界 為什麼我們演藝界要這麼不爭氣呢? 我一定要改造一群 入得廚房、出得舞台的學廚新人類 周中, 紅透港藝的五星級人氣總廚 四十多年來桃李滿門 精賺廚藝, 誰都贊 跟著我學廚, 不煮得也能看得 最重要是懂得煮, 煮… 我們勢要為我做學廚意 香兩餐, 香下抹 不會污髒了吧 我愛你, 你愛我 好… 舅主, 你今早很好唱 可能還有一個沒什麼事 開心就唱歌 這麼開心? 是不是女學廚來上課? 報告幕口長 今天的學廚是Ella, 觀音娜 觀音娜Ella是演藝界出世的地獄廚神 這次她決定跳出地獄 做一個主人不再失禮的凡人 Ella, 你在傳藝界的名堂 非常響 對, 失禮… 真的挺失禮的 你叫做地獄廚神, 是嗎? 你覺得這個稱呼怎樣? 有一點像過街老鼠 去到哪裡都被人笑 你覺得Ella沒得救了嗎? 其實你找了這種東西回來 我都沒有… 不要這樣說, 我真的又來 打擊你學院, 找這種東西回來 你用字可不可以斯文一點? 你現在廚界都知道她是地獄廚神 你有份給分嗎? 老實說, 其實她不是不可以救的… 有什麼救呢? 有得救, 不如靠她自己做吧 但因為我的手很大 不知道會不會在煮食方面有幫助呢? 對, 手很大, 我不敢鬥 你不敢鬥嗎? 我現在就要照顧 應該…沒問題而已, 是嗎? 周主任, 大手就好了 拿個鑊也比較容易 我大手做了蒸片食物 應該…每個人都賺我厲害 你想煮什麼? 或者周主任, 你幫人想想 有什麼可以簡單又好吃的 我現在天口涼, 不如做生抽糯米飯 好, 生抽糯米飯, 我喜歡吃 好, 做個菜 你喜不喜歡吃魚嗎? 都可以喜歡嗎? 喜歡, 我們做一個周中鹽丸 周中鹽丸 是呀 好, 好, 我就這兩個菜吧 這次周主任帶了學處觀音樂 去上環買立味 還讓我們見識到什麼是金銀韻 這隻… 很古怪 這個樣子, 是否煎卜卜卜卜 真的是什麼? 金銀韻, 外面看, 裡面有肥肉 這些是否可以用來炒南味飯 這些不行, 這些是用來焗飯 炒飯 炒飯, 炒飯, 炒香味 對, 炒香味, 炒油 最 阿鼻登熬, 炒香味 很多的 brand 用來炒香味 我用來炒香味 但我看見他們的樣子都不同 有什麼不同呢? 似乎不同 但是有分別的 有分別的 這隻鮮鴨腸 是用鴨鴨做的 是鴨鴨來的 鴨鴨來的 所以這個很香的 很軟的 有些人不喜歡吃肥的 所以吃加瘦的 我也是 質感比較煎硬 煎硬 這隻有一半是瘦 半肥瘦 這隻已經很漂亮了 好,初學者,好 這條呢 交給你 甘獸給你 好 好了 現在帶你來撿米 撿米,好 對 這個是不是我們要找 今天炒的臘味飯的糯米 沒錯,你已經找好了 煮的時候要浸水了 沒錯 如果不是,放不起來 會發不起來 很硬 這樣我們不如把米 準備一會兒我要學的炒辣味飯 好,Alla 剛才你去買菜 現在就去學煮了 我先考一考你 好 你看這裡有四條魚 知道這四條是什麼魚嗎 是… 猜到一點 我想… 猜你聽聽 好 這條魚的樣子 好,你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它就是紅衣魚 的朋友 因為它好像是紅衣魚 但它的骨頭有點不同 而且這條的尾巴和旗 你看到很多斑 我猜到這條是石斑 石斑朋友 石斑朋友 沒錯 這條一看就知道 通常弄傷口的時候 會喝生魚湯的生魚 好像是… 是否朋友,又不是那種 生魚朋友 這條鰓在這裡 我想應該是鰓沙 好吧 憑你這樣說 我知道你是不懂的 周主任,教一教,Alla 這隻叫桂花魚 又叫鹹水老鼠斑 你叫老鼠斑是不是尖嘴 就斑 這樣叫 好… 這隻是什麼魚 紅衣魚 這條是碼頭 這是碼頭 好 是鹹水魚 碼頭,厲害 是否生魚 當然不是 這是烏頭 不是蛇的烏頭 真的嗎 這條都是烏頭 你買來這些 你吃其他… 蝦汁精 蝦汁精 或者吃澄洲菜 有送食的烏頭魚 這些魚 這條就是牛紅秋 牛紅秋 熬湯 對 不過不要緊,Alla 你當然不懂才來學 懂就不用來學 是否這樣說 當然 龍秋長魚鹿 努力學廚 不會煮刀便大廚 這次真的靠龍秋長和周主任 好 我們開始了,好嗎 好 周中魚卷 可以用桂花魚肉或者龍荔柳 配合芥蘭,甘筍和金麻火腿 讓材料精心炮製而成 食香味俱全 而周主任第一個要教學廚的步驟 就是起魚肉 起肉 起肉 好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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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著骨 起隔著骨 好 切這些就這樣切 有沒有順紋、易紋 這樣 這裡有橫紋 橫紋 好 這是要靠雙飛 這叫雙飛 起雙飛 對 就是不切到底 對 第一下 第一下,黏著骨 對 第二下才切 第二下才切 只有看字,未必會做 學廚Ella當然要實習一下 看來她的刀工也不錯 做個精實的東西給你吃 一會兒就把整塊魚肉搞定了 這一塊是我眼中覺得自己切得最好的 薄薄的 就是白鯉 以你過往的紀錄 相當不錯 對 謝謝 謝謝 現在就不錯了,高法如神 是 轉眼看都不見人 之後我們把火腿放進去 幫忙放 一條這些 一條…一起放 不過有些人說 手大的人 反而做精細的東西是不錯的 誰這樣哄你 看上路,你騙我 騙你也是十二百年 不怕 將見到魚皮的一面向上 包入芥蘭、甘筍和甘華火腿絲 捲成魚卷 拌勻,之後又捏緊它 為何要捏緊它 要不然它的餡會走出來 上粉我熟 行了 我朝朝臉也要上粉 上粉 上好後粉 所以不用再捏緊它 師傅,這是屬於中菜的一種 對,你煮的那種是中國人 不是新人吃的 不幫忙 那我在中國人也吃西餐 這樣問問 不要這麼不開心 不要氣餒 油滾之後 將上粉的魚卷放鑊炸 當炸到七、八成熟 就可以起鑊備用 而下一個步驟就是炒 先爆香的蔥蒜 再將切好的鮮冬菇、鮮白鴿 紅椒、黃椒和魚卷等材料 逐一加入燉 正在全新,來熟,來熟 這是ivo 要加碎鍋 好, 魚是塗一塗的, 有粉 師傅, 你很小時候喜歡煮菜嗎 我不喜歡煮菜 你… 我也不懂煮 我扔給媽媽, 別說句話, 師傅 現在你教人家煮菜 好, 我真的很喜歡煮菜 原來很簡單就完成了 不會有壓力, 是不是 沒有壓力 好, 然後, 周主任要教學處Ella 煮生抽糯米飯 材料很簡單 只需要冬菇、蝦米、臘腸、臘肉和糯米 糯米浸了一晚 隔一晚 隔一晚 先浸一會兒 對 然後呢, 現在就出水 然後呢, 我們就拿粉水搓一搓 平時白米又不用 白米不用 現在這些是糯米 糯米嘛 又要浸一晚 那周主任為何要飛水呢, 糯米 除了糯米, 它的質感很黏性很大 所以我們要飛了表面 盡量少一點的黏性 塗上來不會黏成一塊塊 我明白 現在我們把它倒起來了 現在已經黏了 那麼熱 很黏的, 我們中國萬里長城 出名, 用它來撕好 不是吧 真的 這麼有趣 對, 石頭那些全部都沒有來 好, 我們繼續 好的 將飛了水的糯米炒熟 一定要一邊炒, 一邊加入上湯 當接著炒熟 就要將蒸熟或爆香的辣味 放進去炒 接著就要調味了 對 老抽, 攪拌, 整形 我想問, 老抽和燒抽有甚麼分別 這些是老抽, 這些是生抽 黑色的, 生抽是好吃的 好吃的 好 好吃 好吃的, 吃得很軟 很有油, 很油膩 很有油膩 味道不同 味道不同 一個鹹魚, 一個鹹魚 一個鹹魚, 鹹魚, 鹹魚 鹹魚 現在我搭了 放好調味後, 放進蔥粒一起攪拌 山茶糯米飯就大功告成 看過周主任的示範 大家當然要試味了 學廚Ella不知道覺得怎樣呢 試過了, 一點也不難 一會兒就有三位食家來試菜了 試你做 沒錯, 我會努力的 我會全力以負的 毛校長又出動產飲茶 這次茶客大人家中的問題 是木水味好吃嗎 準備好 準備好 鮮水味好吃嗎 有 有 這次我們第一次來到不過 就沒有失禮不過的街坊 清楚了嗎 清楚 那邊 好, 那邊 那邊 教廳是用什麼品來做的 凍麵 一搭就搭好了 不過要補充一下 凍字應該用一個情字才對 那邊是情粉製作的 好, 一、三個 我們一、二、三個部校長萬歲 一、二、三個 謝謝… 慢慢吃吧 報告周主任 是 三位考官已經到了 報告部校長 三位考官已經到了 有了 立即搶我們進來 是 我們這次很榮幸邀請到他們三位來試吃 分別是吃好東西吃到嘴巴都丟掉的食家 維寧 有世界如廚之稱的一哥楊貫一 和最喜歡帶人吃好東西的才子李淳欣 考試開始, 先考湯魚 我不行, 我真的很害怕山的朋友 很新鮮 不行, 速戰速決 師父, 你不行 我睡覺, 你叫醒我 師父, 不如讓他舒服一點 現在去得很辛苦嗎? 送他一程 已經很舒服了, 為甚麼 湯好條魚 不如看看學柱Ella起魚肉的功夫 又合不合格 行嗎? 可以了嗎?你把皮拿出來的肉去哪兒 還不是看不見嗎? 我知道是薄一點, 成功的就是這些 不是甚麼, 你看看… 你鋪地肉有膿嗎? 不行 不如試試用三果刀 刀最多 行嗎? 小一點可能… 不行 好像好一點 是不是要起筋?應該有筋 吃了, 只有三果 怎麼好像有點…有點不妥 真的不行 不如我待會兒拿師傅的塊給你 大家看看周主任起的魚肉口有多少 但師傅能起的魚肉口有很多 那個是師傅 可以, 真的可以 緊張的時刻又到了 正所謂…萬丈高樓重地起 好, 漂亮, 行, 我們事不宜遲 剛才在做卷子, 我打算立刻叫你 拿粉過來, 就證明我是聰明的寶寶 正當學處忙緊的時候 毛學長和三位考官 當然是在討論Ella的廚藝 在表面跟冬甘蔗, 有很多狀態 先去那些 別再說, 執子是 在考慮之下, 起碼可以吃吧 不給Ella也給周師傅 這麼說, 是真是真假 不是人家以為我們做馬 拋鑊, 不是不行 但高手的東西不可以亂用 拋鑊, 等一下 來 拋完鑊 Disa, 也要我出醜 拋鑊換了 表演完拋鑊之後 學著Ella完成第一道菜了 正正經經煮完周中魚卷 Ella說要輕輕鬆煮生炒糯米飯 雖然我們煮東西 雖然很難在廚房裡 但我們可以欠缺娛樂性 要給它一點 起碼娛樂, 家庭觀眾看到 家庭煮貨在家裡嘗嘗 不知道會不會… Ella… 可能保持健康的那種 如果技巧到, 可能可以扭兩個 不可以嗎? 真的…多了…夠了 不過可能是輕鬆過癢 學著Ella把糯米倒進熱水裡煮 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看看 飛…水要滾, 還是要滾水才會下? 那要怎樣?這樣滾, 豈不是要煮飯嗎? Ella煮東西真的要考慮 不如用匙羹拌勻 拌勻? 糯米煮了很久了, 快去看看吧 有同學有流心, 吃了蒜蓉 今天應該… 人生交叉點的時間有到了 早就有… 早就有 飛鎚, 沒米 糯米好像張湖一樣, 我沒眼睛了 有女兒說唱歌嗎? 對, 你唱什麼? 一起唱什麼? 我唱, 最近我最喜歡的 是 黄筋頭 他並未看透, 離開 挺好的 我煮一下 怎麼很輕鬆? 還可以嗎? 我有看過… 是嗎? 你解決定了, 是嗎? 快到說, 差不多時間了 現在到什麼地步? 現在… 尾聲了 尾聲了, 是不是嗎? 豆腊味 漂亮嗎? 似乎漂亮嗎? 這些 跟你的身形一樣, 很大件 真的? 沒所謂, 先把辣味爆香 難不難? 不難 記得了吧, 這個大部分 都是一個乖學生 對 爆香冬菇和辣味備用 是時候要開始炒糯米飯了 我去招呼人家, 你自己弄好了 再見, 校長 好, 怎麼知道… 怎麼知道它煮熟 為何我們問同一個問題 在營望面前, 我怎能讓人知道 我會出賣朋友 好, 不行 糯米很明顯是煲過濃 煮得很黏, 被肉廚神果然名不虛傳 我把材料放進去炒 我覺得有點不同 你炒吧, 你知道 很濃稠 Alla炒完飯, 又炒回辣味 非常香 煙霧離蠻, 像炒古臟一樣 很香 對, 接著加飯 好… 我記得要加調味料 我還不記得 其中一個, 我記得 何校長說是加色, 一個加味 誰加色, 誰加味 試飲, 誰加味 你真是錯了 我記得是很香 我記得是膿炒 我會把肉餅炒起來 很多肉餅炒起來 我都會來做 我是來到 clothes 我替你吃魚餅炒起來 你覺得不會吃魚餅炒起來 我不會結果做到 你一定要加味, 我看是 各位好客人 你啊, 看來是不是 你啊 終於到了上碟的時候 學柱Ella知道毛校長 非常注重食物的賣相 所以在這方面, 她一點也不麻煩 不行, 出不出來了? 就給她一隻兔子鼓勵吧 很漂亮 多插一條, 要多角度全面看起來漂亮 多漂亮 學柱Ella在兩個半小時之內 排除孟蘭, 將周中魚卷和生炒糯米飯煮好 我當然要第一時間向毛校長報告 毛公務校長, Ella已經完成任務了 好, 學廚出餐 加油 三位客席評判, 沒客氣 桂花魚卷, 糯米飯, 生炒糯米飯 我先吃飯吧 先吃飯吧 我真的以為是魚生, 或者不是魚生 我熟的 對, 我們就試… 過來, 試一下 好 我們先試魚生 這個真的吃到桂花魚卷 真的吃到了嗎? 熟的, 我之前以為是魚生 所以現在很失望, 鹹多一點 不過我肚子沒病, 不怕 鹹一點… 魚, 魚質如何呢? 魚質我覺得最好不要太爛 不要太爛, 是否太爛了? 我想是過了一點點火 過了一點點火 她自己也知道了 桂玲 以地獄廚神, 脫離地獄 有這樣的火交出來 已經很難得了 謝謝 合格嗎? 合格, 肯定合格 好 好, 嘗嘗生炒糯米飯 嘗嘗 不行的 太大力了吧? 瘋了 這種東西… 我教它是飛水的 但是它這個下去就熬了 不敢嗎? 像煮飯一樣煮 有辦法, 扭的時候已經熟了 一平均漿 再炒一下就變成這樣了 對, 我看見它很辛苦 炒糯米汁 不停搓… 吃下去, 婆婆也能吃 為什麼? 沒有牙也能吃, 不用咬 已經是這樣 每一下就可以了 每一下, 每一下味道慢慢溶出來 有很多改變的地方 是 是, 味夠爽口堅韌 味夠爽口堅韌? 是, 生炒糯米飯最高境界 又要爽口的糯米, 又堅韌韌 就是最高境界 這兩個菜其實都很好 像我那樣嘴重的人, 不適合 如果我們最緊張的時刻 經過我們三位食家評判 和我們三人合起來六個人 退庭商議之後 我們終於有結果了 是 剛才我們剛才的商議很激烈 是 周主任, 其實你心裡有數了 請你公佈這段話好不好? 其實她今天的成績已經很好的 已經升了很多級了 是 一來, 她是我的嬰兒 是 因為是你的嬰兒, 所以就是… 省省嬰兒 好, 給嬰兒吃, 騙嬰兒吃 不是 都可以, 有沒有 騙嬰兒吃 騙嬰兒吃 騙嬰兒吃飯很困難 是嗎? 對 所以我真的恭喜你… 如果大家想重溫今集節目 或多知多點 歡迎上來的網子 恭喜薩學廚, 他可以得到 深美廚櫃送出廚櫃系列 及廚房電器禮券總值二萬五千 和美亞二杰寶廚具套裝 總值二萬五千九百 好, 學廚畢業 我們也恭喜你 由地獄廚神升了做人 起碼做人 是, 是人來的, 少許而已 恭喜你… 謝謝你, 三百 謝謝薩學廚, 謝謝薩學廚 謝謝薩學廚, 下星期再見 再見 再見